大家好 那么继续呢 给大家去介绍 在BreezeCAD里面 如何去自定义你的快捷键 那么上一讲呢 给大家介绍了如何自定义 我们上边的这个ribbon菜单 这一讲呢给大家介绍 如何去把你的一些 快捷的命令呢去 添加到你的quad菜单里面 中手周振的quad菜单呢 实际上是BreezeCAD里面一个 非常有个性去 非常可以提升你的这个设计效率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 这个 命令呢去把它放到quad菜单里面 那么首先呢 quad菜单呢它会根据着你的一些 特定的 这个场景以及你面对的特定的 对象以及包括你个人 使用的一个习惯它会自由的 有这个AI呢去给自动的推送给你 那么当然呢 AI推送呢当然可能和你想要的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 这里面呢就可以让我们用这个 人工的方式去完成最后的 这一点自定义的工作 那比如说呢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先去随便比如说我们做个圆 当然任意的图源呢你把它 这个鼠标呢全停在上面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直接激活这个quad菜单的功能 比如对一个圆来说呢 那默认这里面呢给你的功能呢 比如说就是填充啊 就是这个操纵感啊 再包括这个是否要隐藏对象啊 隔离对象啊这些 那么编辑里面 学相卡里面它会提供自动提供这个编辑啊 里面有修剪啊 切断啊匹配啊这些 那么修改里面呢可能会有这个移动啊 复制啊镜像啊等等啊 那么绘制里面比如还会有这个标注啊 编辑啊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当然这些内容呢 会根据你选择的图源不同 比如是二维带还是三维带 是面啊还是点还是线啊 还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标注啊还是填充啊等等 这些内容呢都会有所不同 那比如说我们 假如说有一个某一个命令吧 或者是某一个功能我们总是会用到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呢添加到这个夸的菜单里面 那么添加的方式呢 它也是在右键点击空白处到这个自定义里面来 到自定义里面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导航的面板 找到导航 找到导航之后 那么下面呢这些左边这些就是对应的 是我们的默认会自带的啊这样的一些面板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一般的这个二维之图里面啊 会有哪些命令 那么这个这个命令呢就对应的是 刚才我们跨的菜单里面的啊 这些内容比如说刚才那里面就会有这个绘图 那么绘图里面啊 就可能会有这这些命令 那比如说在这个选取里面啊 可能就会有这个选取类似对象隐藏对象 隔离对象啊等等这些 那么在这个比如说还是我们还是先拿二维来说 比如在这个修改里面我们看到 会有这个操纵啊删除移动啊 复制比例等等这些啊 这些内容啊 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 我们换一个位置啊 比如说就在这个选取里面 选取里面的内容可能比较少一些 比如在选取里面打个比方 比如我们希望把希望把这个保存啊 保存比如给它放一根 呃 放到夸的菜单里面去啊 打个比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呢 把保存这个命令在右边去找到它 找到它之后呢 我们直接呢把它这样拖过来 可以换一下它的位置 比如就放在这里就好了 好那么点击旁边这三个点点击三个点之后呢 这里面会包含一个这个no selection 我们可以添加对象类型 好添加对象类型之后呢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一些自定义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啊 里面可能会包含很细致啊 比如说是一些这边界啊 比如说这个外链啊 比如说这个呃 一些标注啊文字啊等等这些 当然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它 你选择任何东西的时候都生效 就对这个案例来说 那我们就可以像刚才那样选择这个objects any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面呢 你直接去找这个对象呢 可能你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里面对应的都是这个具体的 具体的对象 那我们就可以去很简单的方式啊 你可以去这个直接复制 直接复制 然后呢由于它中间呢是用这个分号来保存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啊 直接打上分号 这样 再确定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我们说一些其他的命令 那么真的需要你去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添加一个就是修改某个标注的命令 那你就需要把这个命令拖过来之后呢 在这个过滤器里面啊 比如你选上里面就是一个dimension啊 这种形式 你可以参照这个其他的标注类样式的下面这个实体过滤器 或者呢在这个下拉菜单里面 你对它熟悉了之后 你找到想想的这一条目 那么在这样改了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悬停在上面 再找到这个选取的时候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把它的设置成这个 添加上objects any和objects any这样的形式 那么这里面就不是对象类型了 你添加过滤器 那么添加过滤器之后呢 默认自在的过滤器呢 就是最简单的这几种 当然你也可以参照一些更复杂的过滤器 比如说我们就是要过滤某些三维实体啊 过滤一些文字啊 我们这里面呢 也都可以参照一些类似的其他的命令里面 你可以找到他们的过滤器 然后在这里面呢 你去直接输入也可以 或者这样去选择也可以 我们这样去添加就好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添加这个objects any和objects any 这样确定 确定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回切换一下 你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保存的命令来说 那么no selection和这两个 任意的选择任意的实体的图源 那么都可以激活 这里面呢 再去点击确定 好 那我们再把鼠标去选停在这个圆上面 你再到选取上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保存的这个按钮就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每一次呢 通过这样简单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找到这个保存的按钮 并且快速去选择它 那实际上对于这个开启超链接这个命令呢 我们也是同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对于有些时候呢 对于某些命令呢 对于某些命令呢 你在这个 右边 比如你找不到 或者说你就是想 对于某一个brace card 这个命令里边的某一个语句 某一个命令 我就是想把它呢 去添加到这里边来 那么你也可以去 直接在右边增加工具 直接增加工具 比如说我就是自定义一个命令 比如我们就叫这个 training 对吧 然后呢 它的命令呢 比如我去自定义一个 假如说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下面这个customize的命令 比如我们就叫这个 自定义 好吧 也叫自定义 然后我可以给它指定一个图像 好 比如说我们就指定一个这个 加号的图像 好 然后呢 确定 那么里边我们就新增了一个这样的命令 当然你可以把它放在其他的位置 我可以去拖动 假如说对于这个 呃我们演示来说 就暂时呢 就把它放在这里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命令来说呢 我们也可以去把它添加到quad菜单里边 或者把它添加到这个 ribbon菜单里面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就是还是同样的位置啊 我们把它也给它放进来 给它拖进来 好 那么对于它来说也是一样 那么实体过滤器呢 是这个就是no selection 那我们也可以按照刚才的方式 就是给它添加过滤器 添加到这个object any 或者objects any 这样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去 就是给它添加到这个圆形 比如说找到这个circle 好 我们就给它添加一个这个circle 那么它也就是说指在呃 圆上面你可以去激活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这样点击确定 好那我们到这个圆上面去找到选取 你可以看到这个自定义命令 我们就可以啊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 快速去激活我这个自定义的命令 当然你可以去呃自定义任何的breezecat里边的啊 这个命令行里边的英文命令 那比如说我再去画一个这个 好 我再去画一个这个这个举行 那么你在这个举行上面 我再去进到选取里面 你可以看到那么刚才我们自定义的这个保存它在里面啊 但是这个啊自定义的这个加号的这个命令就不在里面了 这是因为我们去自定义了这一种对象模式 好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在quad菜单里边呢 如何去呃自定义我们的quad菜单 去添加一些我们就比较快捷的命令进去 这样的一个教程 好那么希望呢大家可以去深入的应用这个功能 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也欢迎你去呃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 加入breezecat的中国技术讨论群 呃和来和我在线交流 好那么分享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